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台湾大学校长 管忠明 他是一个360几天都还没有 被教育部承认的校长 他的问题很多 有机会我慢慢讲 他自己也涉嫌抄袭那个时候 如果按照他台大的逻辑说 先出来的表示是原创 后毕业的表示是抄袭 那管忠明当时跟另外一位学者 被指控抄袭一个硕士生论文 也是硕士生先毕业 他的文章后来才出来啊 所以我说这个程序上有问题 这个法官应该要回避的 苏宏当应该回避没有回避 所以我讲说实体先不讨论 程序上有瑕疵 那显然这已经是政治了 尤其那一天 大家一直讲李梅珍 我请问一下 大家有印象中山大学 有这样子大阵仗 校长院长出来开记者会吗 没有 中山大学很简单的 就是发了一个这样子 然后讲完声明就没了 你开记者会是什么 是政治 所以换句话说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论文本身 而是在做政治的斗争跟操作 那我很遗憾的讲说 对 国民党的这些高官们 管中民啊 这个他自称是爷们啊 你们的政治斗争成功了 但是不表示 之间的论文是你们所说的那样 那林志坚只好 我觉得不忍心 但是我也支持他 就说他要面对这排山倒海 来的这个质疑跟压力 他也让桃园的市政的议题 就完全被淹没在论文 而且不止桃园啊 包括台北 新竹 新竹 新北市 甚至台中 所有的都会受影响嘛 大家看这几天的议题 全部都在讨论 他的论文的 我们本来 有一波的这个 政论的热度 是在阿中的身上 阿中部长的身上 可是因为论文 不断的一直在这样延烧 尤其台大这样的 突袭的记者会之后 阿中部长的 稍不可以 我们不要讲说阿中 就连侯友宜也没新闻 蓝绿都没新闻了 大家就是 如果不是出了一个夏立言 我看就整天都在讨论 这个论文 而事实上我就讲了 真正看过论文的 全台湾大概不到百分之一 到今天中午的时候 选对会的成员还在劝 这个林志坚 是不是能够放弃 他退选的念头 我们也知道 他其实形成退选的念头 不是在这个礼拜 台大学论会的时候就形成 而是大概在一两个礼拜前 林志坚就觉得说 他真的是像刚刚大家所说的 百口莫辩 而且有理讲不清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是有理讲不清 但是这些在他身边的人 是他最在乎的人 包括他的爸爸妈妈 前一阵子在父亲节的时候 他回家陪爸爸吃饭 陪他的岳父吃饭 大家面对他的时候 知道有非常多的问题 想问他 但是都不敢讲出口 他可以承受 他可以感受到说 他的家人非常的疼爱他 但是呢 大家受到委屈的那种感觉 他是一个政治上面有洁癖 而且又是认真负责的一个人 所以这是他为什么做出 这样一个决定的原因 我要另外讲 他在个性上面 还有一个特质 他是一个其实是相对温暖的人 其实我在这个之前 我也曾经给他建议过 我说你如果要展现你的魄力 展现说你真的论文没有抄袭的话 那你应该要去告 你应该要比如说去告苏宏达啦 或者去告这个余政皇 那他怎么回答我的 他是说 他说他认为余政皇 事实上等于是这一波攻击当中 无辜的第三者 是无辜的受害者 他认为说人家攻击他 所以余政皇是被波及的 所以他如果去提告余政皇的话 这不就是让坏人秤了心吗 所以他不忍心做这件事情 我想这也是他今天退选当中 他讲到一个关键 他不忍心让桃园的市政 他本来是他新竹做八年 做得好好的 他用他在新竹八年的这个市政 他希望能够把桃园的未来 改变得更好 结果没有想到是因为 他来桃园参选 所以他所有提出来的政界模糊了 所以他让这个郑文燦市长 本来这个陪着他跑 每一天跑二三十个行程的 那片苦心反而被糟蹋了 反而是郑运鹏帮他 一起站出来来挺的时候 然后反而被网路上面一堆人 骂他说什么 你怎么还这样子瞎挺 所以他觉得这么多的同志 虽然说都愿意相信他的清白 愿意为他讲话 但是这场战争是属于他自己的 所以他愿意来退选 接下来他要好好的去就论文的清白 我要跟各位讲 任何一个学龙会 没有见过像台大学龙会 我是台大毕业 我从来没有见过台大是这样子被绑架 被苏洪达绑架 被管中民绑架 台大是一个在学术地位上 台湾人应该都是有相对的一个信任感 可是现在台大的问题是被绑架 你可以召开一个学龙会 今天一个学生 那他就算你认定他有抄袭好了 你可以让他不陈述意见吗 你就可以剥夺他的一个学位吗 这个是我们在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里面 其实有去计算 有去统计 我也就看过 到目前为止 每一个学生去最高等行政法院去申诉 说他如果被学校不对 不对称的一个对待 学校如果没有穷尽一切能力 来维护学生权益的话 没有一个学校胜诉 胜诉的都是学生 如果以林志坚这个案子的话 我觉得他一定要专心的打到最高行政法院 让最高行政法院 不只是在教育部 要打到最高行政法院 来真正还他清白 既然你已经决定退选 你已经留了纵身 然后接下来选举就交给民进党 就交给郑运鹏 让桃渊人还你公道 让新竹人还你公道 其实今天下午是两点半 民进党召开记者会 在两点半以前跟两点半以后 我在网络上面看风向是非常有趣的 两点半以前的时候 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在推特上面 林志坚你不可以退选 你退选的话你就怂了 你退选的话你就是认为你有错 你千万不可以退选 你退选的话就是让高 让王认为说这个就得逞了 那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骂得很凶 可是在两点半林志坚发表声明以后 大概在三点过后 所有的人风向改了耶 所以就是不忍心 特别是听到了三点半 这个郑运鹏讲的那个 现在大家先不要哭 眼泪先流下来 等到郑远以后 马上在网络上面翻转 变成说好 我林志坚 我们要挺你的 现在接下来要挺郑运鹏 所以叫郑运鹏要加油要努力 那至于张善政 我只有一句话 刚才讲说他躺着旋 好像会选赢 不是他躺着旋 到目前都还没有起身过 他是一直都躺在那边 一直都是卧佛 所以现在国民党面对更大的问题 张善政还在那边躺 昨天就突然间惊醒 还躺在那边煮着头 他讲随便骂一下 因为他轻点看起来很轻轻 行程其实蛮少的 包括之前他确诊的时候 他说我要隔离好隔离满 先不要排我行程 这么再次 个将来 这么点 这 东西